在《腔腔三人行》圆桌派节目里,那个面容轻渠,胡子蜡叉,永远一身黑白灰,操着生硬的普通话侃侃而谈的人就是马家辉。 齐辉邪幽默的语言风格里,处处都是编辟入理的独到见解,犀利的分析解读中在夹杂这些无伤大雅的段子,让现场气氛永远那么和谐融洽。 除了光鲜亮丽的正式身份,同时也有着太多非正式的标签。 文坛梁朝伟文坛老,司机剑嘴马专业书虫师奶杀手等称号,主要作品龙头凤尾马家灰鼠风流人物,关于岁月的隐秘情势鸳鸯六七四大叔等。 作品风格犀利,锋芒毕露,文采飞扬,获奖无数。 这位长相帅气,称李敖为父亲,拥有过林青霞第一次的男人,如何曾让无数少女痴狂,大妈迷恋,据传有五段婚姻是真的吗? 1963年生于香港湾仔的马家灰,作为家里的独子,女生会做的事情他都会做。 父亲是报社总编,母亲是家庭主妇,一家人挤在50平米的小房子里,最多时候住了九口人。 家里不是争吵生就是麻将生,幸好家里堆满了书,看书成为他童年最大的兴趣爱好。 马家灰是个感性的人,小时候家里没人的时候,有时候能哭上六七个钟头,仿佛心底有着一个小小的喷水池,随便找个出口,情绪便会倾泻而出。 这也让他有了男版林黛玉的称号,有个江湖梦,当时的湾仔,黑社会横行,经常上演着电视剧里才看到的打打杀杀。 有次在路边吃早餐,有一次两人吵架升级,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却见马家灰一身,他淡定从容,用指擦擦继续吃他的早餐。 他也曾亲眼目睹舅舅毒瘾发作,向其父母要钱喂碎,便拿刀追杀。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得让马家灰,从小就有一个英雄梦,有一种江湖情怀,可当时的他皮肤白皙,柔柔弱弱,内心敏感,没人邀请他加入黑社会,这让他自卑愤懑好长一段时间。 李敖是我的父亲,马家灰非常崇拜李敖,近乎疯狂。 19的时候,他放弃了去香港独静会大学的机会,回到台湾读了台湾大学心理学系,只为接近自己的偶像。 有次,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他说,我没有理由背叛他,就算他的某些观点和想法我不一定需要同意, 但就像你对待自己的父母,他是父,我是子,会尊重和爱他们,不会公然顶撞。 李敖对于马家灰,不光是人生导师,他的学问,他的幽默感,他的反应让他魅力非凡,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就像他说的那样,李敖帮我打开了看世界的眼睛。 读大二的时候,他就出版了一本书,《消灭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在八十年带火爆香港。 李敖称赞他说,你比李敖更了解李敖,林青霞把自己的第一次给了我。 马家灰曾在节目中透露,当时和林青霞,徐克在一起吃火锅,林青霞讲了自己的故事,两人都精彩的内容深深吸引。 马家灰认为这内容些不分享给世人实属可惜,但林青霞却迟疑不决,怕写不好。 不久后,著名词曲家黄瞻去世,这给林青霞很大触动,感叹人生短暂,要感恩,要珍惜,想说的话不要利于启齿。 所以他写了平生第一篇文章《沧海一声笑》,发表在马家灰就职的报纸上。 所以说,林青霞把自己的第一次给了马家灰,后面推出散文集《窗里窗外》,也是马家灰邀约所写。 马家灰曾说自己这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勾引林青霞写作。 凌晨三点传稿给他让他倍感荣幸,林青霞评价他说,香港有了马家灰,将会是一座华丽而温暖的城市。 失恋后抑郁,马家灰曾在节目中透露,与交往四年的大学女友分手后,每天以泪洗面,做梦哭醒,甚至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失眠焦虑,感觉整个天都是黑的,就像在一个黑洞里面,觉得死一点都不可怕,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 看过医生,吃过药,但坚持不了两个星期,发现吃药变胖,说自己那么英俊,不想毁了形象,就停了药,导致病情反弹。 最后通过看大量的临床辅导的书籍,找信任的前辈,熬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 其实,她还有一个秘诀,那就是谈了一个新女朋友,进入下一段恋情,找对了人,这也是治病良药。 宠妻狂魔的婚姻保鲜秘方,马家灰妻子叫张嘉瑜,原名林美芝,是一名名妇其实的才女,夫妻俩结婚几十年来跟爱如初。 当初两个人是同事,周末大家一起去爬山,下山路上,看见张嘉瑜类的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一张圆脸红通通的,这让马家灰怦然心动。 结婚多年,她都是喊她的乳名,小妹,手机里对妻子的昵称,是Rose Rose。 爱一个人,心里眼里就全是她。 在云南拍摄一路书香的时候,每次发现美景,马家灰都会大声喊, 爱,我太太呢,快叫我太太来看看。 要是尝到美食,她也会条件反射式地说,爱,我太太呢,快叫她也来吃。 其实,这么多年,她的爱情保鲜术是什么呢? 其实在谈论这个话题前,还有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故事。 在圆桌派节目中,在谈论时间就是金钱这个话题的时候, 马家灰话锋一转说道,你没想过30岁就自杀就死掉吗? 众人一惊,她说和太太24岁开始交往,两人都说活到30岁太老了, 他们相约30岁那一年轻生,还想了各种轻生的方法, 然后到29岁就开始准备,买好了炭,药,等一切准备就绪的后, 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她的太太怀孕了,这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原来两人想着既然快死了,那就及时行乐吧, 这才让妻子怀上了孩子,既然怀孕了,那就生吧。 30岁那年,马家灰当了父亲,她说整个生命都不一样了, 干嘛要死呢?当一个人有了小孩,生命就有存在意义了, 青春可以延续了,所有的希望都可以让孩子替你活一遍。 结婚30年,两人独特的相处模式让人感觉好玩又新鲜。 在一期节目现场,马家灰向观众将自己跟妻子的相处之道娓娓道来, 我跟我太太有各自的房间,我们称为东宫西宫。 太太住东宫,她住西宫,没事的时候两人待在各自的房间里写作, 累了两人就互发信息,约妈,约,好。 两分钟后客厅见,然后两人一起到客厅见面, 谈情说爱,喝茶聊天,或者看部电影。 到了饭点,太太会发信息给马家灰, 然后她会穿正式一点,梳梳头发,去餐厅赴约, 吃完饭后,就又各忙各的。 这样的生活状态到如今已经十多年了, 这种夫妻相处之道得到了马魏都的认同, 一定年龄以后,有条件的夫妻最好分房, 没有条件也尽量分闯。 这并非是什么不可思议的怪异行为, 因为跟任何人相处,时间久了都会审美疲劳, 我们只能通过这种空间上的距离来给婚姻保鲜。 马家灰的爱情经典语录。 一、已婚的女人,请永远保持你的离婚礼。 二、且不谈经济能力, 无论什么年龄,我见到的几乎所有离了婚的女人, 都比结婚时快乐多了。 这是事前没有想到的。 三、女儿结婚了我大概会哭, 我会告诉她,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四、有意义的爱情, 就像一个好的宗教, 两个人是网上升华的, 不是一起沉沦的。 五、女人喜欢仰望男人, 同时男人也喜欢仰望女人, 比如有本领,能干,钱赚得多。 六、好多女人都有一种错觉, 总是认为她的情敌一定是年轻貌美的, 可实际上她们却不知道, 男人什么都喜欢, 什么都想要。 这就是马家辉, 看上去汹汹的, 说话脾沥脾气, 做的事情也按常理出牌, 可内心却柔软温暖的不得了。 她的微博有180多万粉丝, 在这些读者和粉丝中, 有很多是家庭主妇, 所以被戏称为师奶杀手。 她调侃自己说, 这些人里面, 其中一半是女孩, 另一半则是女孩们的妈妈。 妈妈们关注我, 是为了能时刻监督自己的女儿, 生怕我把她们的女儿给带坏了。 她曾用一句话做自我总结, 我的行为生猛, 我的言谈脾气, 我的思想干净。 在谈及什么是最好的爱情的时候, 她是这样说的, 我爱你的同时, 你也恰好爱我, 那就是最美好的爱。 在她看来, 彼此相爱的人是幸运的, 爱人在侧, 一切美好都将是双倍甚至多倍的。 没爱的人, 同样的风景, 美好会大打折扣, 因为爱会让美好变得更加美好。 她曾说过, 好的婚姻靠的是技术, 运气, 忍耐。 说得极是, 爱不光得有心, 还得讲方法和技巧。 要是彼此三观一致, 彼此懂得分享那就是天大的运气, 同时, 两人相处难免会发生争吵, 所以不能少了宽容和忍耐。 一个人的一生很漫长也很短暂, 即使人生再平凡, 但也得有属于自己丰富多彩的故事, 要是幸运地找到能分享故事的伴侣, 就再好不过了。 在一本书里, 马家辉说, 择其所爱, 爱其所择, 最好的人生也是如此。 前半生苦苦寻觅心中所爱, 想去爱的人, 想要做的事, 一旦确定下来后, 在我们的后半生, 就得用心去守护这份爱。 即使时间在迟, 也不要放弃内心那份执着。